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草天人 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一段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就是96年美国的一个科幻大片 叫做《独立日》 对吧 那么讲的就是一个 外星人怎么样侵略地球的故事 那么今天我过来 本来他们是说 你讲一讲这个什么量子力学 因为我之前写过一本量子力学的科普书 后来我说 这个量子力学你要讲明白 不是说什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事 对吧 你们能不能换个话题 然后我说你们想要讲什么样的话题呢 他们说最好讲点有哲学深度的 最好是很深奥的 关于什么宇宙的什么基本终极的规律 或者人类什么何须何从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就想一想说 其实这个事情 就是寻找外星人这个事情 正好符合你们所说的一个要求 而且好像很多人平时也没有想过 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这个关于寻找地外生命的一个事情 我们起的名字叫做宇宙大静默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可能等会我们就会讲到 那么不久前 大概就是一个礼拜 还是一个多月之前 我们大家听说过这个新闻 对吧 说是美国的NASA发现了一颗 叫做什么地球2.0也好 新地球也好 然后当时微信的朋友圈 还有很多人在刷屏 说点赞 然后说我们发现了新的地球 好事啊 然后大家都很高兴 说有可能马上找来外星人 其实这件事情怎么说呢 很多程度上也都是说 媒体在一个炒作 对吧 因为大家知道说 这个新地球发现 它其实不是说 我们发现了第一颗 在太阳系之外 类似地球的这样的行星 我们进行发射了多少 跟类似差不多的行星呢 其实你看啊 我们知道新地球 是一个叫做开普勒的望远镜 那个开普勒望远镜 2009年给发射太空 然后今天是2015年嘛 那么已经运作了大概六年 光是这个开普勒望远镜 一个望远镜 它运行到现在就发现了 大概有一千多颗疑似的行星 大家知道最亮的 那发光太阳是恒星嘛 对吧 绕着太阳转叫行星 那么我们之前 我们从来不知道 可能就是在30年前 我们还不知道说 在太阳系以外 是不是别的恒星 它也有行星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清楚 我们很多人认为说 可能说太阳是整个宇宙中 唯一有行星的恒星哦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最近几十年 特别是最近几年 我们的科学发现 就越来越多地显示说 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说 有行星在宇宙中间 是一个非常平常 非常普通的事情 很多或者说 可以基本上肯定说 基本上几乎是 每一颗太阳系之外的恒星 它都有自己的行星系统 而这些行星系统里面 有很多大家知道 有的行星很大 它是气态的对吧 它很远 它非常寒冷 都不适于生命的出现 那么和地球比较相像的 我们称之为叫做宇宙的那种星球 有多少呢 就是最近几年 我们发现 至少说 光是开普了 就发现了 确认了一百多颗 就是太阳系外的行星的存在 然后在这一百多颗里面呢 至少有这二十多颗 都是比较和地球环境比较相似的 同样科学家认为 可能会比较适于生命出现的 那么最近地球2.0 为什么炒得那么热呢 无非就是它跟地球最像的一颗 它大小跟地球也差不多 它距离那个 恒星的距离跟它的温度 它的这个大气构成 可能也和地球差不多 而且它那个恒星也跟太阳差不多 所以跟地球非常像 比较软身 所以说是 大家没说是第二颗地球 但是实际上 和地球可能相差 比较稍微大一点 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 也有很多 所以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想一想 因为开普勒 大家知道开普勒是什么样 可以望远见 它发射了太空 然后发射了不久以后 它的一个马达其实是坏了的 所以它本来是打算说 这样子左看看右看看 后来它就是 这个头就不能转了 它只能盯着一个地方看 所以说 到后来它只能盯着 就是叫做天鹅座里面 很小很小的一块区域 扫描到里面的一个 所有的恒星 看看它有没有这个行星 它怎么扫描的呢 因为大家知道 恒星就像一个打灯泡 它发光嘛 对吧 然后一般来说 行星我们是看不见的 因为地球本身它不发光 但是因为行星 它绕着这个恒星转 所以有时候 它会挡住这个行星 它转到这个行星前 它就把光挡住了 所以我们如果 从望远镜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 如果有颗星 它是一亮一暗 一亮一暗这样的情况 就很有可能是 因为有一颗行星 绕着它转的缘故 所以大家想一想 这个开普勒 它头也不能动 对吧 它定很远很远的地方 看 然后就光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情况 它现在至今为止 不到几年的时间 它就发现了大概 有二三十颗 就是跟地球很像的行星 所以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这宇宙里面 跟我们地球很像的行星 其实我们可以预测 是非常多的 像一个头都不能动的 它如果能够动它 它能够视力再好一点的话 对吧 它如果分辨率再强一点的话 我们可能会发现说 光是银河系里边 它可能就有几百万 甚至几千万个 和地球相似的行星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银河系里边 光是恒星可能就2000亿颗 如果我们假设每个恒星 它都有类似的行星系统 对吧 然后这些行星系统 有些很大部分和地球相似 那么很显然说 在光是银河系里面 和地球相像的一个行星 就非常多 那么在这些行星里面 很多就适合于单身生命 对吧 这些生命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 可能就会发展出智慧 那么所以说 以前有人假设说 我们人类是不是宇宙里面 唯一的智慧生物 或者说唯一的智慧文明 是不是我们这个太阳 在宇宙中 在这个宇宙中 是独一无二的 现在越来越多科学家 都认为说 这件事情明显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现在新的证据 告诉我们说 整个宇宙里面 其实和地球相似的 这个环境是非常多的 对吧 然后如果它的进化规律 是普遍的话 那么在这些所有的行星里面 诞生生命 诞生新的文明 这样的一个概率是很大的 所以有人就经过估算 就是说光是 我们先不说宇宙别的地方 整个宇宙可能有一千亿个银河系 我们就说我们自己的银河系 光是我们的银河系里边 大家推算说 有可能有多少个 外星文明或者智慧文明呢 当然这个数量 分差比较大 但是甚至有人推算说 可能有 一百万到一千万个 这样子一个数量级别 就是说其实如果按照正常的 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科学的知识来看 其实外星人文明或者智慧的诞生 在宇宙里面 应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对吧 但是 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 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外星人 当然很多可能说 大家看了这种科幻小说 或者地摊文学上面都说 哎呀什么有飞碟啊 什么有UFO 对吧 这都是外星人的证据 但是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这种东西 什么飞碟探索啊 什么奥秘啊 这种杂志 但是关键是 那么多年过去以后 这些故事 你会发现它都是一些 要不是道听途说的一些留言 要不是说根本找不到证据的东西 对吧 到现在没有人说 这儿八经的说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 飞船的残海里面 有外星人尸体 都可以来参观 对吧 所以都可以来验证 没有这个事情 都是一些小道消息 说那个地方藏着什么 地下藏着一个外星人尸体 有人在做实验 毕竟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 这儿八经的证据 我们都是没有发现 对吧 但不是说我科学家他不喜欢外星人 或者说他不愿意寻找外星人 实际上 这几年科学家在以非常大的热情 去寻找外星人 大家知道 对吧 我们曾经在70年代 60年代发射过 这个旅行者号 和这个先驱者号 对吧 上面这个东西 大家可能在教科书里看过 放着人类的这个画像呀 它的信息呀 还有张经上片 里面灌输了很多各国的语言呀 还有外星人 给外星人发送的这个消息 对吧 然后当然这个东西 而且到现在前一阵子刚刚飞出太阳系不久 可能还没遇到外星人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又搞了一个叫做SETI计划 叫做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也就是翻译会叫做寻找地外文明计划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大型的那种射电望远镜的阵列 在往全天空的搜索 看看外星人有没有给我们发送的讯号 看看有没有外星人发过来的消息 可惜的是 找了那么多年 就是什么都没找到 只有全天空只有噪音 然后最近钱也用完了 然后又忽悠说 是不是给我们多拨点钱 然后能够继续寻找外星人 还有很多什么霍金啊 什么比尔盖茨啊都愿意赞助 当然我也说 寻找外星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下去 我们全天空搜索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对吧 那么有些人觉得说 我们去找可能还比较不够 因为我们的人类的技术可能是比较落后 对吧 我们去搜寻全天空 这个效率也比较低 怎么办呢 我们主动去发射信号 对吧 我们找不到外星人 但是我们主动向天空发射信号 让外星人来找我们 所以这个事情 人类也干过不少 包括前面的旅行者号 新居士号 那是发送一个实体的光盘 对吧 那种东西飞得太慢了嘛 对吧 宇宙飞船飞了几十年 才刚飞出太阳系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用无线电 我们用身电望远镜 向天空发射信号 对吧 传送信息 然后给外星人打招呼 这件事情我们也干了很多 包括最近几年 越来越商业化 你只要付钱 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发射到 发射到这个外太空 所以前几年就有人发了广告上去 对吧 有人发了这个 这个科幻电影上去 现在就要 有些网站 你只要给钱 你可以把你想写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发上去 什么推特上的 微博上的那些东西 你就全部可以往外发 所以很多人其实就 他对这个问题 就有意义 说 这个随便往太空发射信号 真的是好事吗 很多人就在问这个问题 对吧 因为 这个事情你 怎么也得咨询一下 全人类的意见 对吧 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全人类的事情 不是说 我想在外面说什么话 我是说什么话的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就提出说 我们不知道外星人是好是坏 对吧 你随便往太空发这个讯号 万一外星人是坏的 他接到讯号 说原来这里有人 他过来侵略你怎么办 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个独立日的那个场景一样 最近我们知道三体 刚才姚海津老师也说了 说他很火 最近拿到了这个余果奖 三体奖是什么 就是讲人类 对吧 他哪一天突然说 我神经发作了 我把我自己的地球在宇宙的位置 嘟啊发出发达的那个外星讯号 然后也正好 我们隔壁这些外星人 外星人收到以后 他正好就来侵略地球了 他就讲了这个这么个故事吗 对吧 所以前几年霍金也说了说 人类最好不要去主动和外星人说话 因为外星人好是坏 你不知道 对吧 你这样说话 就是等于暴露自己嘛 对吧 我们知道有个黑暗森林理论 说一片森林里面 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你在这里面走 你也不知道那边是有一个猛兽 还是一个猎人 对吧 然后你在那边大喊大叫 你干什么呢 这不是自我找死吗 对吧 大家一听 有声音 他也不知道你是好是坏 他也不知道你是野兽还是人 他怎么办 他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先把你 那边打一枪 对吧 先把你干掉再说 哪怕你是人 他也没什么损失嘛 如果你是野兽 他就把你打死了 对吧 所以 根据这个理论 其实就是说 人类主动向外星人问好 这是一件 怎么说也应该 大家商量商量的事情 对吧 所以很多人在最近就讨论这个问题 说这个事情明显要通过联合国的决议 因为你大家知道说 现在联合国有一个决议 就是说如果某一天 外星人突然出现在 比如说像独立日一样 突然出现在我们地球上空 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是有一个决议说 大家各国政府 至少应该你先 我们先开个会 对吧 然后打成统一的一个行动方案 我们才去向外星人决定说 我们是欢迎他呢 还是给他发个导弹去打他呢 对吧 因为你不能说 自说自话 有的人说你好你好 有的人说先不能发个导弹再说 对吧 这个事情要统一意见 但是在我们没有发现外星的时候 在我们还不知道外星人是好是坏的时候 我们应不应该说 主动去暴露我们地球的这个信息 暴露我们地球的这个位置 这件事情明显也应该说 大家先有一个共识嘛 对吧 各国先要讨论一下嘛 所以最近很多人在说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事情不是说最近才有的 不是说三体出来之后 很早以前 当我们刚才说的发射的旅行者号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讨论过 当时有个笑话 就是说 当时在NASA工作的一个科学家 他回家以后 他女儿就跟他说了 他说爸爸 今天我给自己拍了一张裸照 然后我还唱了歌 然后我还把我们家的地址 全部刻在光盘里面 然后把这个光盘扔到大街上 你就怎么样 他爸说你有毛病吗 这不是找死吗 他女儿说你也知道是找死啊 那你把我们人类这个画像啊 我们的地球信息都在太空里面 这不是一样的性质吗 所以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问题是说 不管我们讨不讨论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 我们现在才有的 当年就是我们1974年 在阿雷西伯 在波多里格阿雷西伯 当年我们科学家发送了信息 你看左边那个图就是 我们向外星人发送的一个讯号 大家可能看不懂了 但其实里面交代了很多 把我们地球秘密基盘全部暴露了 那个绿色的 其实是我们人类的这个 组成我们人类的这个DNA的各种构造 我们有多少种 脱氧核酸核酸 有多少种核甘酸 然后我们的人类的地球在里面的位置啊 什么什么什么全部都写在里面 可能大家觉得说 外星人未必看得懂这个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万一看得懂 他们万一过来 就利用这个信息过来侵略地球了怎么办呢 但是很多人就是觉得说 你现在讨论这个一定有点为时过晚 这个为时过晚 因为再讨论这个来不及了 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暴露了 因为你要知道发通信号不是今天开始的 自从我们发现了一个东西叫无线电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向外空传送信息了 对吧 第一次我们说全球的电视转播 可能是在1936年期间 当时那个德国慕尼黑开奥运会 当时就是说德国 希特勒那个时候才当任呢 说我们显示德国的这个技术多么强劲 科学多么先进 我们向全世界转播这个奥运会讯号 这个时候它电视讯号也是无线电传播的 这个时候它的信号就已经传出大气层了 以光速往外飞对吧 就泼水 泼水难 那个覆水难收啊 你想追也追不回来 那么从此之后 其实我们任何的这个转播 这个电视也好 包括我们每次搭手机也好 用手机传播讯号也好 包括我们那些开动雷达也好 所有这些信号 它全部是向外太空传播的 所以这些讯号 其实你先讨论说 要不要向外太空发射 已经没有意义了 它已经都传得很远了 当然有些人说 可能这些讯号 它的那个信息比较微弱 它可能传不到那么多远 但是最近很多人都研究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看镇长表说 一个普通的一个电视的一个发射站 其实只要外星 我们假设它技术足够发达的话 它在很远的地方 它仍然能收到 一般的认为说是40光年之外 它都还能收到这样的信息 所以说 其实现在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不是说我们还要不要再向外太空发射信号 而是说 我们已经向外太空 暴露了我们地球的这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如果外星人 万一真的过来侵略我们的话 那该怎么办 但是还有人说 其实因为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说 直接信号是不是能够导致外星人入侵 而且直接信号对我们来说 还是非常有用的嘛 对吧 你想象说 我说为了保证说 地球将来不会被外星人入侵 我们今天从此 今天开始 我们就再也不看电视了 再也不打手机了 更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再也不能开动雷达了 这个雷达也是保护我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来探测小行星 万一哪颗小行星要撞到地球的话 没有雷达我们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 所以很多人说 其实你 对吧 你开动雷达也是死 如果不开动雷达也是死 那还是开了吧 对吧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外星人 有没有会过来 我们要死也死得明白 但是这是一个问题 更奇怪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想一想 我们已经在30年代 我们其实向外太空传射讯号 已经差不多100年了 就是说 假设30年代 我们第一次把这个无线电波 发射到地球之外 它在外面已经传播了100光年了 但是我们至今为止 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外星人 对我们的回应 没有外星人曾经访问了地球 没有外星人曾经 把我们这些讯号传回来 也没有外星人根据这些信息 到今天为止来侵略地球 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大家可能平时没有这样想过 但是对于科学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 今天我们就说的 什么叫做宇宙大静默 就是至今为止 我们在整个宇宙里面 没有听到任何来自外星人的声音 整个宇宙对我们来说 是一片静悄悄的 其实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整个宇宙对我们来说 叫做Great Silence 是一个大静默 好像我们人类 是整个宇宙里面 唯一能够说话的 能够发出声音的 这样一个智慧的文明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实 就是说在我们今天 至少从我们的眼角度来看来 整个宇宙是空空荡荡的 它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地球到现在 还没有被外星侵略 还没有被殖民过 至少根据我们现在的 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看 我们人类地球已经五十一年的寿命了 我们人类是地球上 第一个出现的智慧文明 在我们地球之前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 先进的智慧文明 不管它殖民也好 还是在这里原生也好 它从来没有任何出现过 我们是第一个 在地球上出现的智慧文明 我们是原生的 我们是原生土著 而且我们是第一个 在我们之前有些恐龙啊 什么东西 但是它都没有发展出智慧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所以当年有一个大科学家叫做费米 费米就问了这个问题 说如果宇宙那么大 如果宇宙里面有那么多 跟地球相似的行星 如果这些行星上面 很有可能都发展出外星生命 那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都还没有找到外星人呢 这是一个悖论 这是一个费米悖论 大家可能说了 因为一般来认为说 可能说银河系太大了 那些行星太远了 就算有外星人 它们也飞不过来 其实如果你稍微想一想 你会发现 这其实并不是这样 银河系 我们就光以银河系为例 银河系说大 其实也不大 说小当然也不小 我们的银河系 它直径是十二万光年 也就是说 接下来一个圆盘 从盘子一头到另外一头 是十二万光年的距离 但是银河系跟宇宙一样 它很古老 它已经有136亿年的历史了 我们就想一想 如果文明出现 它是平均的话 那么平均 如果说银河系里 曾经出现外星文明的话 它应该是 比如说几十亿年 就应该出现了 对吧 甚至上百亿年 有这样的想法 说我要征服整个银河系 它能怎么做呢 它很简单 对吧 它不断地派出飞船 然后一个飞船到了当地 然后它在当地殖民 然后在当地又建造更多的飞船 对吧 然后这样子 跟我们人类征服地球是一样的吗 我们人类征服地球 也不说一个人 它就征服地球了 对吧 它是一代又一代人 对吧 今天我们从非洲喜源 走出非洲以后 然后到了亚洲 在亚洲当地 待了一阵 然后繁衍后代 然后更多的人 开始向欧洲 开始向北美洲 开始向大洋洲 这样子 不断地散步出去 那么 只要有一个外星文明 它也是采取这样的方法 它一代一代地 在飞船里面 对吧 繁衍后代 然后到了一个星球 它当地居住一代日子 然后用当地的资源 造出更多的飞船 这样子病毒式传播下去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一个文明 它占领整个银河系 它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 因为我们说了 银河系的直径是12个光年 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光速的话 你从一头飞到另外一头 你要花12万年的时间 当然可能说 光速这个东西太大了 对吧 它外星人 它只要造出一个飞船 它的速度是 光速的十分之一 甚至一百分之一也好了 因为我们按照 人类现在技术来说 光速的一百分之一 其实不是很一个高深的技术 你只要很 善于利用宇宙里面 那些引力的加速 这些东西很容易达到的 所以只要一个 外星文明 它造出了很多 能够达到光速百分之一 这样的速度飞船 对吧 它从银河系的一头 飞到另外一头 它也只需要 一千两百万年 一千两百万年听起来就很长 但是你想一想 银河系已经有 一百三十六亿年的历史了 对吧 哪一个 任何一个文明 它只要出现在几十亿年之前 它只要享有这样子的动作 它有足够的时间 来征服整个银河系 所以如果说 按照正常的逻辑的话 我们应该 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说 整个银河系 它应该早就被 某种文明所全部占领了 这才是一个逻辑 符合正常推理的一个推论 但是为什么说 我们看到的银河系 它正好相反呢 它为什么正好看到银河系 完全是空荡荡荡的东西 好像是从来没有人 曾经在这里面出现过 没有人在这单身过 没有人征服整个银河系 所以对科学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 而且甚至可以说 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而且从另一角来说 我们有可能说 根本不需要你去 亲自去征服整个银河系 其实早在上世纪的50年代 就有人帮我想过这个问题 说将来如果人类 我们要去探索整个银河系 我们要去拿到 整个一个地图的话怎么办 不用你说一个人 亲自飞过去 你造一种探测器就可以了 这种探测器的 最大特点是什么呢 它就是说 它可以自我复制 它像病毒一样 你假如有这种技术 比如说我造出一个探测器 它到背到一个恒星的时候 它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 利用当地的这种物质也好 能量也好 它能够把自己复制 就跟计算机软件一样 它一个可以变两个 然后两个可以变四个 这个东西你发射器后 人类不用管的 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永生 它到一个地方 它有资源的话 它就变成两个 然后两个变成四个 它指数性生长 这个东西很容易就能够 占领整个银河系 甚至可以占满整个宇宙 如果你算一算的话 就跟它一样 这个东西用不了几千万年 如果只要有一个人 造出这种东西 当时也有一个大科学家 叫做冯诺伊曼 他就提出这样的构想 如果将来我们人类 要征服整个银河系的话 我们就该造一种 类似这样的探测器 我们人类只要呆地手上 然后等这些探测器 往回发信息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想一想 哪怕外星它不亲自飞过来 它也应该造出一些 这样的探测器 这些探测器 不管它是用来 侦测也好 用来勘探也好 用来绘制也好 这些东西应该布满 整个宇宙的每个角落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 发现这种东西呢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问题 很多科学家提出三个解释 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人类可能是 宇宙里面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生命 但是这个问题 随着近几年来 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 新的行星 新的地球 相信这种说法的 科学家已经越来越少了 第二种解释就是说 其实是存在着一个 统治全宇宙的现代文明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为什么我们没看到 宇宙里面好像没有外星人 就跟你在一个房子里面 发现这个房子里面 一个细菌都没有 一样奇怪 对吧 因为这样来的说 只要有一个细菌 它就能够很快地繁殖 布满整个房子 所以一种解释就是说 之所以没有细菌 因为有人在打扫 其实说 有可能很久以前 我们的宇宙已经被 一个超级文明所占领了 那么这个文明占领了 整个全宇宙之后呢 它就会保持说 在这个宇宙里面 你肯定开发出一些 像自然保护序 类似的这样东西 对吧 它看下我们地球 可能说 你这个比较原始嘛 就跟这个动物一样 对吧 你应该保护起来 对吧 不让你说 看到别的东西 或者说 我们人类就像一个实验室 拍看看说 在一个环境下面 这个人类的文明 应该是怎么发展 应该是怎么诞生的 所以如果是这种解释 也可以解释说 我们为什么到现在 都还没有看到 有个外星文明 或者说有外星人 跟我们接触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还有第三种解释 就是说 宇宙里面可能存在着 很多外星文明 可能存在着很多 智慧生物 但是这些智慧生物呢 可能遇到了一些瓶颈 遇到了一些障碍 可能宇宙里面 有一种普遍的规律 也就是说 有可能所有这些文明 都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 它就自己毁灭了 对吧 这是另外一种 可能的解释 因为我们想 宇宙里面 你要互相交流 你至少得发明一种技术 就是星际旅行 对吧 你至少得发明 星际飞船吧 对吧 或者你至少得发明 这种探测器吧 那么如果说 这个宇宙里面 我们没有发现 存在着类似的交流 或者是类似的 外星文明的 这样子一个 统治全宇宙的事情 那么很可能说明说 在宇宙里面 可能存在着某些规律 就是说 所有的文明 其实都没有发展到 能够发明出 星际旅行 这样子一个阶段 这就是一个 现在很 在科学界很热门的理论 叫做大过滤 大过滤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认为 一个文明在发展阶段 它可能会遇到 一个很高的门槛 就这个门槛 你是迈不过去的 在这个门槛之前 你这个文明 可能就遇到了瓶颈 你会陷入自我毁灭 或者说你的文明 就走到尽头 所以这个门槛 其实是相当于 一个过滤器 在宇宙里面 可能会发展出 很多文明 可能有很多 跟地球类似的东西 它上面诞生了 原始的 初级的 高级的文明 但是这些文明 所有的文明 还没有迈到 可以发展出 宇宙飞船那一步 它就遇到 这个大过滤器 它被过滤在里边 这样就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还没有发现外星人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宇宙 是空空荡荡的 因为在宇宙的遥远的 那个边疆 它可能有一些 文明的发展 但是这些文明 都没有发展到 可以经过 穿过漫长的空间 到我们地球的那一步 而且你要记住 这是136亿年 发展的结果 在过去的136亿年里面 在整个银河系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文明 走到了这一步 那么就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存在 这样一个大破滤的现象呢 而且更关键的是 如果这是一个宇宙 发展的普遍规律 那么我们人类将来 是不是也会碰到 这样子一个瓶颈 因为在我们现在角度来看说 要发展出一个宇宙的 星际航行的一个技术 它其实并不需要花 多久的时间 你想我们人类的文明 到现在满打满算 也就是一万多年 对吧 我们到现在的科学 近代科学技术 我们如果从牛顿时代算起 到现在四百年都不到 四百年都不到 但是我们人类只发展了 四百年都不到的科技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 发射宇宙飞船了 我们已经可以发射 对吧 我们可以登上月球了 对吧 我们的宇宙只好 基本上已经快要飞出太阳系了 所以 如果就从我们现在 人类自身打算来看 你预计说 我们人类如果正常地 按照现在这样的科技的 速度发展下去 要过多久才能 造出这样一个星际飞船呢 而如果宇宙有种规律 说没有一个文明 可以造出星际飞船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 会在多久之前就走到尽头呢 所以按照正常的逻辑 我们想一想 如果人类要发展出一个大飞船 然后我们在里面 可以自我繁衍 可以自给自足 然后我们慢慢地往往飞 这个事情 很多科学家预计 会在两千年里面完成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才四百年嘛 才四百年 我们已经差不多 能够把空间的 这个技术全部发展完毕了 对吧 剩下来只不过说 要有更大的能源 如果我们找到了核聚变 对吧 我们能够找到了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生态系统 我们造出这辆飞船 其实不是很难的事情 对吧 大家最近看什么星际穿越 或者各种科幻片 这种飞船 大家见得多了 对吧 可能已经见怪不怪了 所以说我们满打满算 可能两千年 对吧 如果按照现在的科技的发展 两千年之内 我们肯定能够造出这辆飞船 再放宽一点 一万年 对吧 如果你要告诉我说 人类一万年还造不出这样一种 可以星际旅行的飞船 很多科学的都不会相信 但是如果说这个宇宙里面 从来就没有人造出过这种飞船 从来就没有一个文明 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 这说明什么呢 是不是说明说 我们人类也会遇到这样一个瓶颈 在一万年之前 或者说在一万年之内 我们就会因为各种原因 自我毁灭也好 或者说走到尽头也好 或者说科技发展停滞也好 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外星人 这件事情本身很可能说明 或者说很可能告诉了我们一些 有关我们人类本身未来的事情 如果说在宇宙里面 整个文明有一种普遍的规律 它发展不到能够进行星际旅行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可以推测说 我们人类文明可能也走不到一万年 有可能在之前因为说我们自己打仗了 爆发了核战争 然后自己毁灭了 有可能说人口因为太多了 地上挤不下了 然后资源匮乏 然后发生了饥荒 我们又毁灭了 或者说因为某种自然的灾难 小行星撞到地球 人类也毁灭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如果说全宇宙都遵征这种规律 我们人类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命运呢 所以人类的末日什么时候到来 这是科学界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大家可能听说很多什么2012这种谣言 每年都有 对吧 说这个末日很快到来了 但是正儿八经的科学家看来说 我们人类什么时候会有末日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预测 就是说根据刚才那个说 从我们没有发现外星人这个事实出发 我们可以预测说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人类的命运可能也和整个宇宙类似 可能不会有非常长 或者说从另外一种角度来推算 我们从这种概率的角度来推算 我们也可以算是说人类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走到自己命运的尽头 你和我不管怎么样 大概是有史以来所存在的第六百亿号人类 第六百亿号 就是说从第一个有人到现在到我们出生 可能地球上已经有了六百亿号人 这个数字本身也可能说明一些问题 为什么呢 大家从这个角度想一想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盒子 里面有很多小球 我们不知道有几个 那么我们随便摸出一号 对吧 比如说摸出一个是十号 那么这个十号本身 他虽然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们盒子里有多少小球 但是他可以告诉我们 大概会有多少小球 对吧 他给我们也估计的一个依据 那么如果说它十号的话 我们可以预测说 这盒子里小球可能不是很多 对吧 大概就是几十个或者几百个的样子 因为你想啊 如果盒子里面有100个小球 我们摸一下 摸出前十号 这个概率是10%嘛 对吧 所以反过来也就表明说 如果我们摸出一个小球 它是10号 那就是说有90%的可能 这个盒子里的小球总是不会超过100个 对吧 因为你想如果盒子里有1亿个小球 我们正好一摸就摸出来10号 这个就太巧了对吧 因为没有这个概率不太很大 所以 类似的啊 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把我们出身看作一种随机的游戏 你想想如果我们玩一个游戏 要扮演一个人类对吧 我们这个电脑随机生成了一个人 跟投胎一样嘛 投胎大家说也是个技术活 现在我们眼睛一睁开发现我们投胎了 对吧 我们假设我们投胎是个随机事件 我们眼睛一睁开发现 我们正好是我投胎到地球上的时候 正好是地球上的第600亿号人 那么就跟这个小球的故事是一样的 假设说我们人类 比如说它从一开始到灭亡 它总共比如说存在着N号人 我们不知道N是多少对吧 第一个人是1号 然后灭亡前最后一个人 我们假设它是N号 然后你在这里面随便投胎了一个 你发现你是第600亿号 这个问题跟这个小球的问题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从600亿这个数字来预测说 我们大概 对吧 整个人类的总数会是多少 其实是一样的嘛 既然你是第600亿号人 那就说明你有90%的可能性 整个地球的人类总数不超过 6000亿个 或者有95%的可能性 这个地球总人数不会超过 12000亿个 所以也就是说 有95%的可能性 从第一个人类出生 一直到最后一个人类出生 这个总数N 可能不超过12000亿个 那就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对吧 我们是第600亿个人嘛 还有11400亿个人将出生 因为你总数不超过12000亿嘛 那么这需要多久呢 你从现在的人类的出生率 或者是他们的概率算一算就知道了 假设未来如果全球稳定 平均在110亿个人左右 然后平均每个人会880岁 对吧 那么11400亿个人 他只要花9120年就可以全部出生 也就是说 在未来一万年里面 这11400亿个人就将全部出生 而同时也就预示着 我们人类就走到尽头 最后一个人 几乎会在9120年之后出生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估计 咦 我们得到同样的结论 说人类我们有95%的可能性 在一万年里面就走完咯 这跟我们之前的外星人的预测 是非常吻合的 所以大家可能从来没有 从这种角度来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当你发现说 有一些关于宇宙的一些终极的规律 或者我们人类所知道的一些 奇怪的信息来看 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一件非常非常巧合的事情 非常非常巧合的事情 我们正好是 我们所知道宇宙里面 唯一的一个智慧生命 我们正好是 这个地球上 这个地球有51年的历史 我们正好是 这个地球上51年里面 第一个 第一个有智慧的生命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外星人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发现 任何宇宙里面 有其他智慧存在的现象 但是按理来说 这个宇宙里面应该有很多智慧的 对吧 所以很多人 很少人如果这样想过 就是说 我们今天生回来 这个地球上 其实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 而且有可能说 整个的宇宙里面的所有的文明 它都会面临这样一种规律 就是说它的生命是很短暂的 然后到最后 当它们从出生到毁灭的 一个整个一个发展过程中 它们都没有机会发展到这样子的科技 然后让它们能够遇到彼此 然后能够遇到彼此 然后能够相互交流 所以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想的话 当然我们今天是说这些 不是说为了吓唬大家说 人类马上灭亡 对吧 就算灭亡那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 所能知道事实行 而且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个确切的推论 我们只是说有95%的可能性 如果从人骰子 或者从概率的角度来说 我们大概会有这样子的预测 我们想说的只是说 有很多事情我们平时都不去想 有很多事情 包括宇宙 包括听起来很遥远的 关于寻找外星文明的这些事情 和我们人类自身的命运 好像没有什么关联 但是人既然是作为宇宙的一员 人既然是作为宇宙的一个文明存在 它的发展规律必然 和宇宙的所有的信息 和外星文明是息息相关的 对于外星人来说 它们发生了什么 它们将遇到什么命运 它本质上也决定 我们人类自身 将来它的未来是怎么样 所以如果我们平时能够多关注一下 说宇宙我们通常有星空 或者说在宇宙之外的文明 它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多考虑一下说 我们人类生活在世界上 是多么的偶然 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们也许会对我们将来 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命运 对我们整个的 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哲学性的问题 也许会有更深刻的思考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就分享这一项的问题 希望说大家在这个世界上 在很多现实的问题之外 也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思考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